很多朋友都知道我今年的两声道升级目标 集中去玩唱盘 所以就开始借不同的唱盘 为我准备买一个贵少少的唱盘 做一些准备功夫 今天亦是试一个黑胶唱盘 亦是我不是太熟悉的范畴 我对胆肌和黑胶这两样东西 在音响来说我是最不熟悉的 不熟悉不熟悉的 都会玩的 令它着到很多声音 而且都享受它的声音 今天跟大家开放的 大家看标题都知道 这是英国Campage Audio 去年他们的Edge 系列 旗舰系列 很多人都买了 已经很清楚了 其实他们紧接很多新产品出 包括我现在手上这个 叫做Alpha TT 是一个唱盘 亦是一个All-in-one 的唱盘 还有 还有一样 是一个製作相当严谨的唱盘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仁 欢迎来到fever 3.com 未正式去片之前 先和大家重复重要信息 就是2019年6月7、8、9、5 节假期 起这个尖东富豪酒店和帝院酒店 有小弟fever 3.com 主办的 第四届香港影响博纜旗 流动音响展 到时有很多贴地音响 征扮音响特教运件 4K家庭影院等等 今届主题是家居影音 无论你是大家居世界居 总一个家居音响 适合你、适合你、适合你 到时见你 好了,今天和大家说的产品 就是那些命中了我的死穴 盘备头Fonal Stage 一体化的产品 Campage Audio Alpha TT 正正解除了我对黑胶的疑虑 因为这是一个非常一体化容易玩 总之以为你是对黑胶完全不知 不过你有兴趣玩 同一时间你不想买一件制作太过玩具 有多少诚意 所以价钱贵了少少的一个 中阶的二玩黑胶系统 正式介绍之前先和大家开箱 我看它的配件和Edge 相差多远 因为整个设计的冰箱都很接近 Direct Drive Turn Table 是直驱盘 防塵盖 镶盘如果你不敢盖 铺到上一层都很难清除 它都有些重量 管鼻头已经做好了的产品 所以理论上完全不需要特别调校 所以开的时候要小心点 因为鼻子就在这里 镶头也都安装好了 应该是 在底部 底部就放膠纸遮住了 这些重量 这里还有一些设计 防塵盖的镶 这个应该是一个扎 一个很漂亮的金属PETA 两件的 中间有一个小饼 然后再加一个外饼 两层的组合式的PETA 真的没什么好教 因为唱备已经安装好了 那是VTA 我看上去就好像没什么地方可以教VTA 但Anti Skating 也可以教 这个是教唱重的直称托 就放在这里 主要是教唱重和Anti Skating 其他的就不用教了 Asimov 那些都不用教了 这个唱头是他们自家品牌的 不好意思 旁边拆楼的东西是继续的 已经拆到尾声了 尾声也会继续的 我们说回Alpha TT 这个就是PETA 直驱盘 所以不用放入BEL 就放在这里 我看不到它有放油 应该就不用放油 这里我们看看后面 后面很简单 没什么可以教 因为这个也是想轻松玩黑胶用的 所以一个IEC 电源插 100-240W 应该是Universal Voltage IEC 电源插 这个Analog Out 里面已经来自Campage Audio 自己的唱头放大 而这个唱头是MC唱头 所以里面有自己的MC唱头放大 唱头放大也不错 考虑价钱 All in one 来说 第一小部机 少电,小条线 和简化一点 而质素是可以保持的 接着这个按钮就有型了 这是一个蓝牙配置的按钮 它是可以蓝牙传送的 所以里面会将黑胶的声音转化成Digital 然后用蓝牙方式传送到任何蓝牙装置接收方法 假设你刚好又是用HA 你就可以用蓝牙方式传送到HA听歌 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 不过它可以这样做 这个蓝牙是用APTX HD 所以也有相当不错的音质 就是这样试的 现在我正在播放黑胶唱片 给电 亦在播放胆机 但我这边不关闭了 用蓝牙的方法传送到对面的天龙的AVM 蓝牙接收 当然天龙蓝牙不是APTX HD 但我们也可以示范一下 那边有Digitalized的Analog 声 我们可以过去这边看看 好,这边已经在蓝牙收 大家在视频上看到 所以我们可以大声点 视频在这里 画面上面写着 不用,这里写着 看到吗?写着是Alpha TT 这边听着的歌就是 在黑胶唱片的声音传送过来 有两秒延伸 但有一个好处 就是multi-room 因为这个同步是有声音的 multi-room 玩黑胶玩到multi-room 你说三不沙尘八佛 好了,这个是称托 松了杯屎螺丝 就可以进去 扭好位置之后 理论上 就在上杯屎 待会有唱针绑 查一下唱重才能够 好处 现在先不要处 放在盘盘,放在盘盘 放在平面 防尘盖 另外,拍摄是不需要的 但实际的使用 大家是需要的 好处了 试试转 快点 转速应该都没得改的了 首先,它是送了Campage Audio的信号线给你的 所以连信号线也不用自己弄 线也不差 但更加贴心的就是 它有一个Auto Phone的 抢针绑给你的 当然这个抢针绑 老实说 是很analog的 它是一个天秤的物体 放在这里 秤到它刚刚平 就可以了 好像那些绑 目的 就是要放2g 2g重就行了 用我自己的 都是Auto Phone 不过是电子抢针绑 都是2g 0.88g 不好意思 要重点 就是把秤妥 秤开软一点 这样就会重 完成了 好,给电博士可以开声 让你觉开心 终生无后悔 另外就是它的PETA 刚才说它是金属 我相信其实很金属 但其实它不是 它是一种叫做 聚甲传 POM 制成是一种叫高科技热素性工程塑膠 主要是用在一些机件 机械零件里面 高性能、硬度比较高的承托作用 唱碑 一体化唱碑 没什么可以教的 刚才我都说过 就教两种东西 唱头也已经装好了 也没有东西可以教 当然你可以换它唱头 但它本身唱头做得相当不错 首先它是一个MC唱头 高输出MC唱头 输出有2miniwap 其实以MC头来说 是很高的 一体化的唱碑 全国是用女材制造的 我拿上手时都发觉 其实它那个Bearling 都做得挺好 令会的支臂都 因为它也是一个硬盘 所以理论上可以用唱片扎 那些衣服 说一下声音 再加到标准的记录系统 季风 今次用Yamaha C5000 做前级 它已经等于Alpha Dual 唱头放大 它不是Dual 它是Solo 但是它的Solo是MC唱头放大的Solo 是内置了唱头放大 不可以bypass 它一出已经是Line output 这个设计很明显是希望方便用家 不想你弄得这么复杂 所以整个全程我都是 当它是一体化机 像CD机那样 它里面有解码 它有没有Digital output 你就不可以自己加解码 一体化去听它 听了几个不同的碟 特别是一些比较熟的碟 其实它的声音是很正常的 即是一只高输出的MC唱头 它的底部是几静的 够静的 内置我肯定它开了Subsonic Filter 所以不能教的 你的鱿鱼碟它都没事的 声音是稳定 和顺畅 和都挺好味 最后这一码 就快思愿沙 我在几年之前 都有试过一些 比起这个盘比较便宜 说几千元的盘比头 都是一体成型 什么牌子都好 其实它们都会在某些地方 偷轻了制作的 很简单 例如我自己用的东西 其实它都是偷轻了唱头 再偷轻了唱头放大 所以如果你要听好一点 你结果都是要自己换唱头 你结果也要加一个唱头放大 就做不到真真正正是一体化 因为一体化的目标就是 要每一个部分都有资源 每一个部分的质素都要有差不多 要协调的 不可以无端端有这东西好 这东西不好 如果有这个情况 你一定要后加后缴才行 所以这个Alpha TT 最明显的一个特色就是 它中价的All-in-one人门商盘 盘、臂、头、Front-Low-State全部齐全 而同一时间 盘、臂、头、Front-Low-State这几样 质素是非常平均的 你不会听到 为什么这个动态好像差一点 或者一个十音好像差一点 或者放大好像差一点 完全是平均平均的 今天跟大家介绍 做这个Campage Audio的All-in-one黑胶唱盘系统Alpha TT 就介绍到这里为止了 喜欢我们的视频 也订阅我们的视频 还记得订阅我们的视频 记得订阅 订阅后记得按下视频 旁边的小铃铛 有新片出现 你第一时间收通知 好了 大家看到视频的时间 应该就是我已经不去香港了 我已经去了欧洲做事 也是我第一次去欧洲做事 这个旅程里面 我除了会去法国 去看一间厂 会去德国模尼克 会看音響战 之外也会 再去 不是 sorry 是再去 是再去英国的伦敦 但是第一次去Campage Audio 在伦敦的总部 看看有什么 看看 因为我没看过 我也想看看 看看有什么新的 新的视频 带给大家 密切留意 过一两个星期之后的视频 是这样 再见 拜拜